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拼命杀死那些抵抗的楚国人 战斗越来越残酷 春天到了 南方已经很热了 现在我们仍然穿着厚厚的棉衣 每天都要和敌人厮杀 随时都有可能战死 妈妈 我想要五六百钱 请您做些衣服 把钱和衣服一块寄过来 挤 挤 挤 这是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 秦国与楚国交战中 秦军士兵黑夫和经兄弟俩 写了一封家信 一封没有来得及捎走 而永远遗落在楚国土地上的信 那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战争 楚国是六国中最强大的敌人 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 深入楚地 战争持续了一年 血流成河 失衡遍地 向母亲要单一的兄弟俩 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最终 楚国被虎狼之师彻底消灭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计划 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八百里秦川厚土 埋葬了十三朝风华烟云 悠长的岁月 凝重的黄土 沉睡亘古的神灵 让所有的人脚步清缓安静 在1974年春天 一个柳絮飞扬的日子里 几个秦人的后代 用掘头惊醒了一支军队 沉睡两千多年的梦境 这是一个距离秦始皇陵不远的村子 这天 几个村民来到村边 选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打井 足足辈辈以来 这井也打了不少 但今天这口井 居然打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奇迹 大奇迹开始挖的时候 发现很多红烧土 是不是挖到一个砖瓦窑上了 继续往地挖 挖到三米多深的时候 到四米深的时候 出现一些桃云的铲片子 随着桃云残片和铜弩的出现 几个奇怪的泥人头也浮现在图中 以前这个村子中也曾有人挖出过这样的东西 他们把它叫做瓦爷头 当地人认为 这是过去的神庙中古人敬奉的神像 有很多老太太就到这里烧香磕头 请求神仙保佑 能够她保守她全家的幸福 有人抱着铜弩走进了废品收购站 有人准备把瓦人头用棍子织起来 放在田间吓唬飞禽 在这个乱糟糟的时刻 一个与考古没有一点关系 但却在当代考古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出现了 他让整个事态出现了转机 有个水地干部叫房树民 他到来进行检查水地工作的时候 一看这里头很多人为的乱哄哄的 他让他仔细一看 他说不像是瓦爷吗 好像是秦始皇陵这个地方的文物 他说大家不要动 我回去进行报告去 他就上线上进行回报 线上就很快地就来了几位干部了 就是文化馆的机会 干部到这来进行检查 确定可能是文物 把一定的史上的一些东西做了一些收集 有的人甚至把这个用头拿回家去 放在红色胶的时候能瞎老实 然后到那个批评店去 把卖的店头也全部都收回 当时我给了他们三十块钱 他们很高兴 因为他那个村里一往很穷 他们把瓦人头像所有的文物一样修复好后 摆在了博物馆 初步断定这是个秦国的武士俑 面对着高大的秦俑 他们没有产生任何的联想 比如土地下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秦俑 一切都像是冥冥中的安排 又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正在修复过程里头 新华社有个记者叫林安文 他回家探亲的时候 他一看见 很高道就一米都八九高的 那么一个大桃涌 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 内部参考彩调 说秦始皇陵发现了秦代的吴志雍 报道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当时李贤念副总理 又写了个批示 说建议国家文武局 于山西省为一商 迅速采取措施 妥善保护这一批重要文武 当时国家文武局 文武处长叫陈子德 然后提示以后就到山西来了 到他一看 那些桃涌那些产片 就决定回托山西省 进行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 千年一瞬 秦王扫六河的辉煌 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烟云 但是英勇无比的虎狼之师 却在这个不经意间 以这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 出现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出现在瞠目结舌的 现代人眼前 考古史上的世纪大发现 就这样突然降临了 我们经过详细的状态发掘 发现这是一个大型的闭马云坑 面积大 一万四千多平方米 里边有陶用陶马 大概六千件 这就是一号闭马云坑 一号闭马云坑发现过以后 我们当时想说 周围还有没有闭马云坑 于是我们又继续在周围做些专探了 到1976年的时候 又发现二号闭马云坑 三号闭马云坑 三个闭马云坑里的 有陶用陶马云坑 要八千件的 浩浩荡荡 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一样 秦勇们栩栩如生 各不相同的面容 让人疑心 那真是被施了魔法 偷走灵魂的虎狼之石 忠实守候 陪伴着他们至高无上的皇上 虽然已经在土地下 占了两千年 但是他们气势磅礴的 阵势和规模 带着那个热血年代的昂扬 震撼了整个世界 他们安静地守候在 秦始皇陵墓东门外 大约五万平方米的土地上 这当中有高级军官 中下级军官 更多的是 披甲耻蕊的普通士兵 据文献记载 秦国当时的武装力量 是代价百亿万 车千胜七万匹 就这么多的 这么雄造的一个武装力量 那么这六七千件 七八千件 这个兵马俑仅仅是 他一个当时武装力量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缩影 真人大小的兵马俑 因年龄 兵种 军阶 性格的不同 造型各异 他们的形质 身材 衣着甚至武器装备和铠甲 都完全忠实于秦军的真实情况 他们阵列森严 紧握武器 带着当年的斗志和杀气 默默在黑暗的地下 精忠职守 创造这个伟大奇迹的工匠们 用精湛的手艺赋予了这些秦勇们 永久的灵魂 据专家推测 这些秦勇完全是以真实的将士 为原型来创造的 那么 这中间有征战楚国的 黑夫和鲸兄弟俩吗 黑夫和鲸这些普通的农夫 怎么会成为战场上 杀戮无辜的士族 他们又怎么能构成 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 令其他六国军队闻风丧胆 偏于荒僻异于的秦 为什么会成为 不可战胜的军事强国 最终使秦始皇一统天下呢 黑夫和鲸给母亲写信使的千里之外 在他们的家乡 七十万工匠已经夜以继日地 劳作了二十多年 一座自古以来 中国最大的陵墓 正在修造当中 他的主人是一个强大而残暴的统治者 在他统治下的那个年代 普通百姓一出生 他们的命运就与战争 劳逸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秦代的兵役制吧 一般来说呢 大约就是十七岁的时候 他就要登记 登记 登记之后呢 也有可能呢 那就要看战争的形势 是否需要 一般情况下 登记之后呢 那就要赴摇姨的 到二十岁呢 就要赴兵役 这样呢 另外从一些文献来看呢 有决位的呢 他赴兵役呢 可以赴到五十六岁 没有决位的呢 到六十岁才能 最后才能退役的 秦军战斗力的强大 是从秦孝公时开始的 当时 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奖励军功 按杀敌的多少 决定职位的高地 只有建功力勋者 才能做官员 此后还可享受荣耀 军功制的推行 使秦国的国民 乐战轻生 以至于竟达到 民文战而相和的地步 听说打仗就相互庆贺 这种对战争的狂热 是非常可怕的情绪 在不知道为什么人而战 为什么要战的情况下 所有的秦国人 就争先恐后 拿着武器奔向战场 奋勇地砍杀 同样无辜的其他国家的 普通百姓 秦国父母们 也心甘情愿地 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 无条件支持战争 因为他们指望儿子们 通过杀人这种方式 把家族带向荣华富贵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兄弟俩 会对母亲提那样的要求 在战国七雄的征战中 秦军的士兵 是最顽强残忍的 也是唯一上阵不带头盔的 众赏之下必有勇富 那么秦国士兵就作战比较勇猛 张一这段话呢 我们从史书上可以见到 另外我们从兵马俑的军阵上 也可以见到 现在看到兵马俑军阵啊 大部分都是 他是没有戴头盔的 直接是那个往着发迹 拿着武器 而且凶旧旧强 颁服前线 在那个短兵相接的战场上 不戴头盔意味着什么 想必所有人都清楚 这是由秦军将领 让士兵们破釜沉舟的计策呢 还是杀红眼的士兵们 已经把生死放在脑后 看到的只是朝廷的封赏呢 我们无从知晓 但是可以想象 秦军以这样一副 不怕死的装束 出现在战场上时 将给对方士兵 造成多大的恐惧和震撼 商鞅变法后 秦国逐渐负强 开始向其他六国挑起战断 多次残酷的战争之后 虎狼之士的威名 开始在整个中原大地上回答 长平之战是秦的著名将领的白旗打的 这个呢 我感觉他用的这个阵型呢 先不说阵型 先就说他用的战术 是一种旗阵交替使用的战术 正面作战仍然是方阵队列 那么他一开头这个方阵队列呢 他是用这个 就是说呢 诈败退却的这种方式 把这个赵军呢 引向的这个秦军的迎雷附近 然后呢 他设了三支骑兵 这三支骑兵呢 一支是这个 由两万五千人组成的青装步兵 这个青装步兵呢 就是说 把这个赵军的 这个后路给他先决断了 那么另外一支呢 是五千骑兵组成的这个骑兵 这个骑兵呢 就是以快速反应呢 就把这个赵军呢 结成了两段 那么这样呢 就对赵军呢 形成了这个包围之势 那么还有一支骑兵呢 他就是说呢 越过丹江 把这个赵军的良道给他断掉了 然后呢 还可以就是说呢 用来打援军 这样的话呢 赵军呢 确实就成了这个 瓮中之鳖了 赵军被困四十六天 仍难突围 最后赵阔被射死 全军四十万人被俘 白起释放了二百四十名年幼战俘 将其他四十万人全部活埋 这场战役之后 赵国十五岁以上的男性消失殆尽了 从根本上动摇了赵国当时的强国地位 在战国时期最后的一百年里 从秦孝公商鞅变法 到秦桧文公称霸诸侯 再到秦始皇嬴政开始消灭六国 秦国几代野心勃勃的军主 和凶猛残暴的军队 向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发动机 把各国百姓带入 统一战争的巨大漩涡之中 十年中 仅在战场上被杀死活埋的士兵 就有一百四十多万 除了激发起百姓们打仗的积极性以外 秦军还有严格的训练有素的军阵 它使战争有了战术的保证 现在挖掘出来的三个坑 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那么一号坑呢 主要是由步兵和车兵编组 组成的一个古代的军阵阵容 这一号坑是一个古代的长方形的军阵 就是叫方阵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这叫车兵营 车营 还有一部分是骑兵 我认为这是骑兵营 还有一部分就是编组的 就是步兵骑兵 混合编组的机动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些营走成了 整个二号坑的军营形式 那么这个军营形式 我认为它是为一号坑军阵 提供车员和兵员的 这么一个军营 这么一个形式 三号坑则是中军 古时叫军墓 也就是指挥部 有指挥车一胜 陶勇六十八尊 车马四匹 虽然是指挥部 但令人沮丧的是 至今没有发现 秦军最高统帅的涌下 指挥部里面 究竟有没有统帅 这是兵马俑 至今都没有破解的谜 那么曾经就有人提出过 一个就说 这个兵马俑的统帅 就是秦始皇本人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在这个 三号坑的西侧 现在我们没有发掘的 一个古墓藏 是有个古墓藏 有人就提出 这个古墓藏的主人呢 就是统帅三号坑 就是三号坑里面的统帅 这是还有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秦代在古代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都是临时任命将帅 就是说 这兵马俑恒 现在还不是一个 马上作战的队伍 将帅还没有任命 等等这么几种说法 那么除去这些凶猛的士兵 又有些什么人 为他们创造出 灵活的战术和战阵设计 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使军队攻城掠地 顽强地实现着 秦始皇的统一意志呢 几代秦王都抱有 称霸天下的雄心 导致各国的贤能知识 纷纷投靠秦国 而秦王们都也能做到 礼贤下事 想犯追 张仪和魏辽等人 都得到了重用 秦国有了较其他国家 异常雄厚的人才基础 到了骄横跋扈 性情古怪的秦王嬴政这里 他对于人才的使用 讲究的是实用主义 他的国位魏辽子曾说 秦王政这个人 不得一时能自贬身份去求你 一旦得意便会吃人 这种人是不能交朋友的 半君如半虎 就是秦王政的手下将领 真实的心理写照 但是对待魏辽子 秦王始终非常的客气 秦始皇让他掌握了 全国的兵权 因为魏辽子是一个 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 他从来不出现在厮杀的前线 甚至都很少离开都城咸阳 但按照他的军事理论设计 和训练的秦军战阵 却在实战中极为有效 虽然多年征战 成就了白起 王俭和蒙田等名家 但真正塑造了秦军的 却是魏辽 魏辽是大梁人 实际上就是魏国人 他是在公元前的237年入侵的 是他向秦王嬴政建议 向东攻灭六国的 那么他有一部传承到 今天的兵书就是著名的魏辽子 那么在这部兵书里头 他讲到囤聚阵型的问题 就是说对不同的兵种 要分头住在一起 相互之间用壕沟隔开 不同的兵种要用不同的标志 等到战斗一打响的时候 囤聚的阵型立刻就变成 各种各样的进攻的阵型 秦王嬴政知道 只有笼络住这个军事天才 才能使自己的目标达到 于是狂傲的秦王就放下架子 对他礼遇有加 甚至在和他谈话时 都穿上没有等级标志的粗布衣服 和他一起吃粗饭 但是对于其他的人 嬴政的涵养可就没那么高了 气势恢弘的兵马俑 展示了秦始皇横扫六合 一同天下的强大军事力量 这里有武士 车兵和战旗 也有威严的将军 这些将军中便有 王俭 王奔 蒙田 这些秦始皇手下 著名大将的影子 王俭是战国末期 秦国的一个著名的将领 这个人从小就爱好研读兵书 秦始皇对他也很尊敬 以老师的礼仪来对待他 这个人很能打仗 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 他自己参与指挥的战役 就非常多 而其中灭楚 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一面 在灭掉韩 赵 魏三国之后 秦国把进攻的目标 描向了楚国 在这之前 两国就曾经有过多次交锋 秦国都打了胜仗 秦王嬴政认为 当时灭楚的时机已经到了 他首先向询问一个青年将领 叫李信 他问他 他说灭楚需要多少军队 李信年少气盛 认为说二十万军队就可以了 后来他又问王俭 王俭当时年龄比较大一些 问王俭 王俭说灭楚 不同于一般的其他国家 非有六十万大军不可 这等于要秦国所有的兵力 去进行这场决战 狂妄而多疑的嬴政无法同意 他马上对曾经尊重信任的人 产生了怀疑 他说王俭将军 你可能年龄太大了 是不是怯敌了 而认为李信呢 这个精神可嘉 当时秦始皇也只有三十五岁 所以这个 他就决定啊 不用王俭而用李信 让李信呀和另外一位 秦国的名将叫蒙武 两个人共同率军啊 去进攻楚国 在此之前 秦国已经消灭了几个国家 大多是王俭和儿子王奔的作为 劳苦功高的王俭 转眼失去秦王的信任 也就心灰意冷 告老还下 李信和蒙武率领二十万大军 进入楚地以后 被楚军跟踪反击 最后攻入秦军壁垒 杀了七位都尉 秦军大败而归 赢政在惩罚了这两个将领之后 迅速对王俭改变了态度 这时候他就急忙自咸阳亲自跑到王俭的老家 就是今天的富平 山西的富平 秦王见了王俭以后啊 就连忙向他承认错误 希望你能够出山来挽救这样的局面 就像魏辽子所言 果不其然秦王正现在就能做到低头求王俭了 这时候王俭就给他说 说我现在 这个 这个 年龄大了 而且身体不好 还是希望 国军啊 另择弦将 另择弦将 后来秦始皇一听这个王俭这个话 实际上是向他推诿的话 秦始皇就说 哎 事情已经过去了 那些过去的事情咱们不提了 后来这个王俭就说 如果一定要让我 重新出山的话 来主持对楚地战争 非六十万不可 这时候呢 这个秦始皇就说 行 一切照你的意见吧 为了让王俭全力以赴 三十多岁的嬴政还有个惊人之举 把自己的一个公主 嫁给已经年过花甲的王俭 通过这件事 王俭对秦王的为人了解了一二 他在出征前提出了 让嬴政感到很可笑的要求 希望多赐给他 良田 还有住宅 还有这个园林等等 后来秦始皇就说 难道你还会穷吗 意思是你这样子身帅 大军 将近百万大军的将军 去出征 难道你还会穷吗 后来王俭就说 在秦国为将 很难得到封赏 很难封侯 他说我现在就要借这个机会 多向你讨下田地 住宅 来为我的子孙 他们考虑 在王俭 元帅大军出秦国边关的时候 他连续派了五趟使臣向秦王讨田地 这种做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后来这个王俭就向人们解释 他说不然 他说这个秦王这个人啊 为人是 劫而不信人 这个劫而不信人的意思就是说 为人既高傲 又不相信其他人 现在他把全国的兵力都 嘱托给我 那肯定对我是很担忧的 因为这个 我的一举一动啊 都对秦国的安危啊 构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如果不这样子 一趟又一趟地向他 请求这个在国内 值班一些固定的产业 那么他就会对我有所怀疑 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 极权政治下 君臣关系实质的一种体现 纵使已经成了秦王的老女婿 纵使为秦王浴血沙场一生 皇帝就是皇帝 臣子只能是被随时使唤的臣子 两者之间没有信任 更无法谈到什么感情 这是非常悲哀的现实 事实上 一年后 王俭消灭楚国 凯旋回国 马上谢辞了先前讨要的赏赐 并真正告老还乡 而炙手可热的魏辽 在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后 也迅速离开了秦国 或许也是这个原因 三号坑里才没有一个统帅的形象 他们的建好就收 对君臣关系的深刻认识 是他们得以功成名退的主要原因 不像李斯 吕布韦等人 为秦王尽忠多年后 却为他毫不怜惜地 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死 霸上春柳年年依旧 随着黑夫河经们 深入到其他国家的拼死杀戮 嬴政统一全国的步伐 越来越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三十岁到三十九岁 秦王嬴政经过十年的残酷征战 天下皈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建立了 秦王嬴政成为前所未有的千古遗地 而那支追随他平海内扫六河的强大军队 则为他以宏大无比的气魄和想象力 逼真的搬到了陵墓中 鲜活的面容 森严的均阵被凝固在黄土地下 穿越千年岁月沧桑 直到另一个重生时刻的到来 渡中炭局中 现在我们的砖探工军已经搞了几十年了 但现在看起来 这整在海津区里头 倒要进展了 十分之一那么一个面积 专探 另外还有大量的地区里头 还没有进行专探 我估计仅后还会有新的东西发现 整个秦始皇陵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但就兵马俑来说 这数千尊刻画精细的陶俑 就是幅巨型的艺术群调 它统一于一个主题 即军阵列阵 但在局部刻画上又有灵动感 显示了多样化 凝重的造型 浑厚的风格 显示出强烈的感人的艺术魅力 那么这件雕塑史上伟大作品的作者是谁 在发掘和修复的过程里头 我发现了一些 在陶俑身上 发现一些制作者的名字 又随时做的 他把它开上去 目前已经发现87个人了 这87个人 也都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老师傅 都是他下面还带着土地 我曾经做一次推算 如果一个人带十个帮手的话 那87个人就把握起了 我估计上千人参加了毕马勇的制作 这在总外雕塑艺术史上从来没有的 集合那么多的人从事一项艺术创造 这是世界上无于伦比的 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云云众生 雕刻出来的秦勇在烧制上 也有着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一面 他这个陶艺术的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他星体高大 他有的地方很薄 只有两公分 一公分 两公分的厚 最厚的地方你打十多公分 厚薄不一样 体型这样大 这个烧历史的时候 这个火口是很难掌握的 搞不好的话 那个薄的地方已经烧过了 厚的地方还不烧透 出现加深了 所以这个火口掌握是非常难的 这个在中国来说 火口世界上来说 都是一个难关的 但是他解决得很好 你看陶艺出来以后 以各个的 不管厚的地方 薄的地方 烧的地方 他没有变形 全部都烧接了 烧好了 另外陶艺之作里的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他用泥巴巴的塑起来的 这个泥巴呢 又湿变干呢 他一个收缩比例 干了以后放摇了去烧去呢 他又有个软化 又软化到硬接 他又有一个收缩比例 这两个收缩比 非常难掌握 现在你看有好多地方 少那个远大的兵马俑 就是因为这个收缩比例 张不好 你看烧出来不是大 就是小 不是裂了 就是没有一件完成的 现在有些套用它 才用什么办法呢 才用把身子 分成几段来烧 烧完以后 人家再套结在一块 但是秦王朝的时候 不是这样烧的 所以他这个公益水平 烧腰的公益水平 他这个收缩比例的掌握 是恰到好处 这些帝国的卫士 在民间艺术家的精心制作下 神采飞扬 气势浩荡 构成一幅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巨型画卷 但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勇士时 总是被他们的赤手空拳所困惑 勇士们为什么没有武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兵马俑现在有的手势 这是拿长兵器的 手提的这样的是提弓箭的 对吧 有些将军是主箭的 短兵器 那么这些个兵器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应该是当年 基本上给每一个兵马俑 可能都配备有兵器 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中 出土了大量的实战性武器 有远射类兵器和长兵器 短兵器共四万多件 但是数量远远不及 原来配备的情况 那么这些兵器 究竟被什么人拿走了 我没想过 我说你 我如果没有你 而是因为你 你能够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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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乱了 你能够乱了 你能够乱了 那些人 公元210年 纸黄嬴政途中 修了30多年的陵墓 终于关闭 兵马永镇 从此尘封于地下 顺便把虎狼之师的 勇猛凶狠 也带到了地下 秦始皇离开人世 世上不再有秦军 秦始皇死后不到两年 天下封烟四起 遍地都是反抗 秦王朝残暴统治的战火 秦军的勇猛不复存在 项羽率领农民军顺利攻入了咸阳 鲁莽而缺乏远见的项羽 纵容自己的士兵 在帝国的心脏中肆意妄为 他们放火焚烧了精美绝伦的阿旁公 杀死了秦始皇的子孙和官吏 以发泄长久以来的愤懑 农民军来到了秦始皇陵 想以绝坟这种方式来羞辱 亵渎这个骄横的统治者 但是面对坚实庞大的陵墓 他们无从下手 他们只是闯入了兵马俑坑 兵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武器 被农民军抢走 熊熊大火让秦始皇陵 38年的地上建筑化为灰烬 几个月后 大火缓缓熄灭 尘埃落定 56平方公里的秦始皇陵 变成焦土 黄土掩埋了一切的痕迹 伟大的军队开始了千年的沉睡 逝者已逝 见获有文人默刻的声声叹息 在风中响起 时光流转 曾经收留了秦朝不可一世的光荣与梦想 辉煌与衰败的土地 已经成为一片肥沃的农田 战争不曾让它消亡 灾难不曾使它毁灭 它成为历史本身的厚重 成为后人的亘古怀想 只是如果秦勇们真的有灵魂 看到后人能如此平静安详的生活 那些将军和士兵们 还会向往那种血腥无比的岁月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